另外一场情境教育地点是在台东县 关山镇今年出了一位十大经典毫米的米王 大家都很好奇要如何才能够种出好稻米呢 这位米王今天亲自到年米厂 把他的经验分享给进行户外教学的小朋友 十大经典毫米米王吴昌成像往常一样 一大早就到田里工作 尤其是在二期水稻收割之前 他更要特别用心照顾 他种的稻米是高雄139号品种米粒看起来晶莹剔透 煮好以后粒粒分明香味十足 看了就让人失职大动 不过要种出全国十大经典毫米不是那么简单 米王特别到关山米厂分享他的种到经验 他说首先要选对适合的品种 但最重要的是要跟稻米搬干净才能种出经典毫米 完全要靠我们工具管理 控制它的水分施肥方式 我常常讲我们农民早晚都要去跟他打一个招呼 他是用感情下去种的 米王还特地送毫米给关山国小学童当营养午餐回馈乡里 并且到学校亲自为学童们盛上经典毫米煮成的饭 平常吃的比较少的学童 这次吃的特别多 比较Q的比较嫩 花东粽谷因为拥有好空气好土壤好水质 这里的米一直都很受欢迎 不过要获选为十大经典毫米 除了要好吃还要让人看得到对待稻米的真感情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